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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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绚烂多彩的汤烟药花 乘梦出发 我们的爱神话 爱如是龙马 东南西北世界再大 一个家 五彩肤色 绽放和平之花 寂静的约会 用心交换 你我他 冰水舞动 才塞到一花 让每一个梦想 能勇往直到 天地舞动 地球冲冻转到下 每一份爱 都是从小到大 冰雪舞动 随阳光一场 让每一个声音 在山天潇洒 天地舞动 鲜烂多彩的太阳光 成梦出发 我们的爱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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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流动 随阳光一场 让每一个声音 在山天潇洒 天地舞动 鲜烂多彩的太阳光 成梦出发 成梦出发 我们的爱神话 成梦出发 叫做冰雪舞动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唱的 冰雪舞动 在赛道上一滑 让每一个梦想都能够勇往直达 今天我们要讲的音乐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 让梦想能够勇往直达的故事 但不同的是 它不是在赛道上一滑 而是一跳 这一跳 值得就是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冰雪运动 跳台滑雪 号称勇敢者的游戏 是人类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完成的空中飞行 又被称为雪上滑翔机 短短十几秒 运动员仅凭一副滑雪板 依靠赛道的天然落差 从一百多米高 三十多度抖直的斜坡上 迅速下滑 借助速度和弹跳力 跃入空中 飞行一段距离后 乘抛物线下降至着陆 以落地距离和空中姿态 综合评选出 最好成绩为胜 你现在看到的是前三届冬奥会跳台滑雪场地的图像 这是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 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 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跳台滑雪的出发地高台都是使用支柱支撑起来的 以保持一定的高度和坡度 而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跳台滑雪的高台造型却十分奇特 在高台的顶砖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物 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雪如意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 跳台滑雪的赛道必须是S型曲线的 那么怎样设计才能够既保证S型曲线的基本要求 又能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实体团队收到了200多个设计方案 其中有灯笼长城博古架等各种中国传统元素 但是就想从中国文化元素转化为体育建筑 那是非常困难的 而如意这种造型正好和S曲线的跳台非常接近 所以呢就脱颖而出 如意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工艺薄品 外形和灵芝很相似 它象征着顺心如意 但是如意的别致造型却被具体的实施带来的挑战 顶峰的位置要构成如意丙手的样子就不能太小 但是太大承重有点问题 后来呢 顶峰的位置被设计成空心圆 承重问题才迎刃而解 顶峰俱乐部的前端悬条高度是37.5米 外径达到78米 内径40米 使用了1600多吨钢材 雪如意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个在顶部出发区域设置大型悬条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地 在雪如意顶部划分了两个空间 一个空间在而另一个空间在后端设计成了多功能的空间相当于一个俱乐部 冬奥会结束后可以用作举办会议展览婚礼等等 最底部呢 是一个90米的体育场 观众席容量可以达到1万人 冬奥会后可以举办足球比赛演唱会等大型文体活动 在雪如意设计建造的过程当中 不少世界顶级专家提供了很多的指导 比如说吧 跳台撲灭许线 就是由国际雪莲跳台建设委员会主席汉斯马丁亲自操刀的 雪如意坐落在张家口市重理的群山当中 当运动员从跳台上纵身一跃 他们的视野非常的开阔 飞行时还能够看到远处的长城遗迹 从设施设备来讲 雪如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跳台滑雪场地 让每一个身影在山边瘦洒 天边舞动绚烂多彩的太阳花 成梦出发我们的爱上滑雪 成梦出发我们的爱上滑雪 我们年轻松一时回这里 电视连组的春节 太阳废将写出发我们的爱上滑雪